对方不爱了的时候 说到这两个字 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安劉毅在《美人何处》中 写过这样一句话 死守着一段早已死亡的爱情 如同死守着爱人的尸体 该腐烂的还得腐烂 该灰飞烟灭的还得灰飞烟灭 不是自己爱着 爱情就可以藏久 有的人说不爱就不爱了 在先后的感情 也可以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不管你再怎么不愿意相信 那个人也不会回来 人世间的感情 夹杂太多的无奈和遗憾 正因为这些失去和不舍得 才让真爱显得那么可贵 所以对方不爱了的时候 不必抱怨 也不必不舍 放下或许很难 但你迟早会明白 它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它的存在是为了让你明白 什么样的爱情 才是真正的爱情 什么样子的人 才是值得你付出全部的自己 没有人可以保证一段感情 可以长长久久 没有人可以保证对方不变心 有的时候不管你付出多少 对方的心想变就变 而你能做的只有接受 我知道放下很难 你曾经付出了全部的真心 又怎么是说放下就能放下 即便外表再如何的云淡风轻 内心都是痛苦不堪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 在一段感情中全身而退 在爱的人面前付出越多 结束时就越痛苦 而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对方不爱的时候 做到这两个字 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对方不爱的时候 做到不想 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当那个你爱入骨髓的人 离开以后 曾经的一幕一幕 总会展现在你眼前 让你痛苦不堪 可不管心中有多少不舍 过去了的感情 不会再回来 那个离开你的人 也再也不会回头 其实放下没有那么难 对方不爱了的时候 做到不想 不想曾经的美好 不想对方曾经 给自己的回忆 这要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对方不爱了的时候 做到不看 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到那个曾经发誓 会爱你一生的男人 头也不回地离开你以后 你的生活里 会留下对方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 会时时刻刻提醒 曾经的一切 让你痛苦不堪 可是有些东西 留着只会徒增伤悲 让你永远走不出 这段感情带来的伤痛 所以对方不爱了的时候 你要做到不看 把关于对方所有的东西 都搬离自己的生活 扔掉曾经送你的礼物 删掉曾经在一起的照片 看不到曾经美好的一切 这样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对方不爱的时候 就做到不问 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当爱你的人离开以后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 做到对对方不闻不问 即使对方离开的 那么绝情和彻底 依然还是会关注 对方的一举一动 可这样的看不开 反而会让自己 越来越走不出来 对方不爱的时候 你应该做到不问 不问对方的一切 不问两人之间 还有没有可能 这样你会慢慢习惯 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感情不一定就可以 长长久久 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不是爱就可以解决一切 有时候再爱一个人 都不能保证对方 一直和你在一起 当对方不爱了的时候 做到不问 不看 不想 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习惯对方在自己的生活里 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 其实哪有那么放不下 哪有什么看不开 只是你愿不愿意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umm 转发 燃养 凉 转发 症车 转发 bad 转发 暂停和放 油 薇车 转发 breaking 转发 破壮 李宗填 转发 硬发 Doll 薇车 转发 薇车 转发 炒 打 薇车 转发 guer 薇车 转发 浇载 转发 转发 破 乇车 转发 薇车 车